虽然身为主办国 但意大利的国会还发生了斗欧事件 就在G7之前 导致一名议员受伤 必须坐轮椅离开异常 那么这起冲突是否会让 意大利国内的南北分歧 变得更加剧烈呢 要请教教授了 是的我们刚才说了意大利的总理美洛尼 相对来说是G7国家 比较当中呢政权比较稳定 自己的支持度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在意大利国内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分歧的一些议题 包括了现在正在国会当中 审议的所谓的改革法案 在意大利的这个改革法案呢 涉及的是意大利的 所谓的地方自治法的改革 这个自治法想要强调的是 让意大利的各个城市 能够有自己的税负的 这个增加自己税收运用的权利 透过这种自治权的增加 当然有人认为说 透过自治权的增加 可以帮助意大利 能够政权能够更加的稳定 让各个地方都能够 有自己的发展的空间 可是呢有部分的 这个包括了五星运动 这样的政党 他们就认为 以意大利目前现在 南北的所谓的贫富差距 收入差距已经出现悬殊的状况 如果再把所谓的赋税的权利 或者是赋税的支配权 交由地方来处理 会造成南北的差距 不仅是收入的悬殊 甚至是在发展上面出现完全的不对称 间接的或者甚至是直接的导致 意大利可能会出现一个政权分歧 破坏意大利的团结 因此在这种基础之下 担心意大利团结出现分裂 或者是说担心有人要特意的分裂意大利 导致非常强调意大利团结的五星运动的组织 他们就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 那当然了国际媒体在关注所谓的国会改革 或者是相对的国会的一些混乱的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蛮多的国家其实在关键的议题上面 可能都出现了这种比较难 理性来讨论理性沟通的这种局面 当然我们不乐见 可是也必须说在民主的社会 只能说目前在民主的时代 透过选举出来的民主 每一个国会议员或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代表着某种声音 当然在这种媒体时代 透过比较激烈的言行 某种程度也可能会增加自己的声量 或者是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也许媒体也间接造成这样的混乱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在看到意大利国会 或者是在其他各国 可能在政治人物的分歧上面 现在为什么会看到 越来越激烈的行动主要的原因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